欢迎收听今天的 《长兵高高》 李敢听 我们就敢聊 我是艾文 我是季永俊红 我是嘉倩 这个只是一则 然后第二则是比较 我觉得让我很心疼的一个故事 因为他们离婚 我朋友离婚了 他们结婚了两个月 结婚两个月 你有包红包吗 有 你退回来吗 他们去年十月才结婚 然后我出席 我包超级大风的红包 因为她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可是为什么两个月 这个蛮interesting的 为什么两个月过后马上离婚 事情是这样子 因为我朋友本身就是一个 他自己结婚完 他也有发现他自己 不适合婚姻的生活 这个是他大方面想 可是他从来没有觉得他要离婚 他一直想要跟南方沟通 可是他就有一天 就跟南方吵架了过后 南方竟然连续三天没有跟他讲话 这是他们在一起这么久 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然后他就觉得很不对劲 然后就去问看那个男生 到底你现在想要什么 为什么我们问题不可以像以前 这样好好解决 为什么你要玩冷包的一种东西 然后南方就说 其实他最近有在想 他好像没有那么爱女方了 哇 对 在结婚两个月过后 我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 对 然后我朋友当下其实 因为他自己也属于那个 他的那个心理是属于那种 他也想要把这个婚姻解除的关系 所以他没有大哭大脑 他只是很冷静地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主要是那个男的跟他讲 他没有那么爱他 对 可是他想要回到去以前 拍头的那种关系 对 他就觉得婚姻的生活 让他很不舒服 很不自在 这样我觉得可以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主观感受 然后那个男生想 其实 这个才是让我最神奇的点 他讲 其实 因为他们注册是年头的事情 就可能去年三四月的事情 OK 然后十月才办婚礼 OK 那男生很坦诚地跟他说 其实我三月注册了过后 其实我就慢慢地发现我不爱你 这样为什么不早点 是不是 讲出来要做 要给大家就是祝贺了 然后才 然后还有包这么大幅的红包 这是重点吗 哈喽 重点 你知道我包多少钱吗 688 这样很多 我包6 这个价钱不是重点 反正就是我包了 我是觉得你花了大家的时间 花了这么大笔钱 办了一张这么重大的婚礼 然后在全部人的祝福下 走进了幸福的殿堂 他那时候婚礼请多少人啊 二三十桌 二十多桌 哇 也是两百多人 我觉得我会崩溃哦 对啊 然后女方 我觉得他们不会崩溃 是因为男女都有 想要结出婚约的感觉了 是 可是我觉得 既然那个男的他 从签字过后 就已经 为什么要在签字过后呢 对 你其实 我觉得也不明白 我觉得一定有三小的嘛 之前 对 然后你要 你没知道你不爱那个人了 为什么你要 走路 你要摆这样多东西 你要拍婚纱照 这是一大堆 全部都是money耶 这个才是 这个是现实的点啊 对 你讲到这个故事哦 就想到我在去年 我是婚礼主持人嘛 我在去年 有接到一个case 是这样子的 他是在 前年就booking我了 然后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就应该办他的婚礼 那我在九月的时候找他嘛 就是讲说 我们可以开始讨论流程咯 然后他就讲说 我们postpone一下 然后可能在下个礼拜 我们才来讨论 然后又在delay了一个礼拜过后呢 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讲说 不好意思 我的婚礼应该要取消了 我就讲是延期吗 他讲不是 是永久取消 然后他就把故事给我讲 我就当成一个 虽然我们没有见面 我们只是whatsapp聊天 但是我们就好像 两个要好的朋友 一直在聊心 就讲说 那个男的跟他讲说 因为他还没有做好 当劳工的准备 然后就没有办法结婚 然后我们就心想 为什么 你不是想清楚了 才求婚吗 对 然后为什么 一定要是在这个时期 才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然后其实我们又换很多角度 我又开导他 然后也心想 我自己也思考 因为不仅是这一个事件 在去年年头 我的朋友也是要结婚了的 然后也是last minute 跟我讲说 他的婚礼是无限延期 然后我也知道 他们也分手了 突然间分手 很多时候 好像是有一些人会这样子 在感情上 他们在拍拖的时候 是非常enjoy 可是一旦他们要面临 掀起那种家庭上的责任 他们会胆怯 又或者是 他们背起这个责任的时候 发现他准备人 不是他想要一起背起的人 所以他们就慢慢地 单掉对感情 对他之间的感情一个渴望 可是我觉得这些 应该要事先先想清楚 对 我就讲 为什么他要再求了过后 然后要步入下一个路程的时候 感情很多时候 会让人冲昏头 因为有些人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会有那种恋爱脑 我们两个人很好 我们两个人很爱 上次也是有人讲我恋爱脑 谁 那个comment那边有人讲他恋爱脑 你恋爱脑啊 我没有啊 回到刚刚的故事 那个故事的黄 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很离 就是男方 还没有end啊 还没有 很多很精彩的在后面 那最后还是一个drama嘛 是不是那个男的有另外一个女的 对 I don't know 事情是这样子 他们聊了 讲什么不爱了 明明就有另外一个 这样子跟我讲的那两个 我朋友跟我那个google故事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你讲完过后 其实我下单 他只是铺一个梗 对 因为故事刚刚 他在 听我讲先 你是讲说 我觉得我慢慢不爱你 然后这个只是前面 要分手的一个梗 而且他讲 他签字过后 才觉得不爱你 屁嘞 他只是想要做人 设让自己没有那么坏 对 而且他一定是在签字前 就跟那个女的 有什么东西好的 见人看人烂在图里面 两位冷静 两位冷静 是吗 我讲的是吗 听我讲完故事先 你们等一下会更生气 不要这样生气先 你们等一下会更火大 我听到我吵火大 接下来故事 他们第一天就聊到这里 因为女的 有点情绪有点不好 他们就觉得 我们先也到这里 然后第二天就继续对话 因为他们会觉得 要走到离婚这个程序 要跟很多人交代 要跟父母交代 毕竟你们才结婚了 两个月阵子 他们在一起多久 三年多 然后 我刚忘记讲 这个前提是 那个男方其实有结过一次婚 把婚一档的儿戏 那狗改不了吃屎 屎改不了吃狗 然后这个事情 他们就第二天就继续对话 那女的就问他 他有孩子吗 没有 很幸运的是没有孩子 所以那你 我的朋友 女生朋友就问他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处理这个东西 我现在是很凭这个情绪跟你聊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讲 我可以很坦诚地跟你讲完 那男方就问 那男方就问 这样我可以很坦诚地跟你聊我的心 我真正的想法吧 女生就讲聊啊 就反正我们都聊到这里了 那男生就讲 其实他在工作的场合 有遇到一个女生同事 他觉得 他们很 所以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离婚 他就觉得他爱上他了 那男的就爱上了那个女的 然后 女的也是有家庭的人 女的也是有家庭的人 那女的家庭也是 而且他有 孩子 两个孩子 然后那个女的 然后更荒唐的 更荒唐的 然后这个事情 他就在治疗结束了 过后 他还跟那个女 因为我朋友是一个 很peace 很冷静的话 跟他讲 所以那个男的 就有点吓到 他就说 我以为你会 有点情绪波动 然后女的讲 你都讲到这样了 我能有什么情绪波动 所以那男的就很 越讲越多 他就觉得 他就可以 他就当他是好朋友 再跟他分享 他就觉得 然后就讲 其实很多时候 我骗你讲 我要去外面公干 其实我是跟 那个女的出去约会 那个女的 那个有两个孩子 她是单亲还是 没有 她是有家庭 她老公 所以两个人 双双出轨 对 就是一段 情迫害 很drama 一个感情 迫害两个家庭的故事 很drama 还没有讲完 然后他有一次 那个女的 然后那个男的 就跟 那个 有家庭的女生 跟他讲 我的老婆 对我们这段关系 没有什么想法 然后那个女的 跑来PM 我的朋友 她说 谢谢你的宽容大度 我可以跟你一起吃个饭 我想要抱抱你 她是做工作室 好恶心 什么事 你是不是觉得很崩溃 她是有一个 有家庭 有老公 有孩子的人 然后你吃醋 然后你去 text她的 真正的老婆 对 你想一下 你后面有孩子了 对 我就觉得 有没有觉得很荒唐 你会把你老公放哪里 对 然后她还可以很光明 正大去text人家 讲什么 我谢谢你的 谢谢你的包容 她以为她自己是真的 对 我觉得她很理以为傲 你懂吗 她以为她自己是 你的朋友的 老公的 老婆 你知道吗 我觉得她有一点 反客为主 她有一点想要 把自己当正宫 你懂吗 我听到这个时候 你知道我有多气吗 因为我是我朋友的 很好的闺蜜 我却觉得 What the fuck 你在讲 你知道 我很想问那个女生 你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吗 你是为人母亲 你是为人妻子的人 你在破坏人家的家庭的时候 你敢讲出 谢谢你对我的感 谢谢你让我的 谢谢你让你老公出轨 是不是那个 第三者 那个妈妈女士 她觉得 他们这段恋情 终于有人认可 可是我屁啊 我朋友不是认可 她想要抱抱你的朋友 因为你朋友认可他们 我朋友不是认可 她是觉得 我能怎么样 你们都该做的都做了 你们也发展了这么久 然后你 我老公已经跟我提出离婚了 然后我要怎么样 我要一哭二到三上吊吗 没有吧 她也只能 她也只能妥协吧 应该是讲 她不是叫认可吧 谁要认可 你这个小杀的恋情啊 妈的 然后你要这样 你还要这样 过来你这大 然后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 她孩子早上来 没有没有 那孩子才几岁 小孩子吧 然后 这一段 然后呢 我的朋友的老公 最近跟我 因为他们讲 他们要维持 假面夫妻的关系 直到新年结束 就是他们 只想要派完红包 只要过第一个年 处理完离婚的手续 才跟家人交代 所以他们在家人面前 是属于那种 恩爱夫妻 恩爱夫妻的样子 OK 然后呢 他们还set一个 男方还可以跟他讲 如果你要去外面找 你可以跟我讲 我OK 问题是你们已经是讲好 要离婚了 这样我出去外面找 管你屁事 对啊 所以那个女的就讲 我为什么要跟你报备 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对啊 没有因为那个男的会吃醋 不是 那个男的是 就是可能他们想要 如果万一万一 父母问到 父母问到的话 他可以跟对方 跟父母交代 哦 那个女的去哪里 哪里 老公 身为老公的会知道 所以他觉得不需要 就是互相还是要 报备一下 互相cover一下 我朋友就觉得 很ridiculous 直到最近 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就跟我老婆 跟我的女的朋友讲 跟我的女生朋友讲 我想要请两天假 我要跟那个女生 去朗高威旅行 等一下这个是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是这样子讲说 因为在外人的眼里 我们眼中 我们还是要维持夫妻的形象 是 所以如果是 他要跟那个情妇 出去的话 出去的话 他必须要跟那个 他的 Ivan的朋友讲一声 对 不然等一下 可能家人一问三不知 对 如果亲戚朋友 在朗高威遇见的 怎么办 那就是只爆不了火 对 然后 这个还有荒唐的故事来咯 他讲 我要跟那个女生 没有 baby啊 没有啦 他说 还没有 没有 因为那个 那个女生 有没有要离婚 不知道 我还没有update到 我update了 然后跟你讲 没有 OK 然后这个他们去 他讲 我的女生朋友讲 OK 这样你就去 他就讲 这样我们对外面的讲法是 男生要去外面做狗 要出差 出差 然后其实是去朗高威度假 那个男生 用的package 是那个家庭 那对家庭 那个老公买来送给老婆的 用人家的 就是情妇的老公买给 买给他们家人用的 他们自己的旅行配套 结果那个情妇拿去给 你的朋友的老公用 对 然后 然后我就在想 你对事有多没有钱 为什么你可以用到这样 光明震大 然后你还可以 这样引以为傲 去这趟旅行 你懂我跳几个人吗 有 我知道 我觉得 你没有觉得 我觉得很可厉 我觉得很可厉 就是你要想 你睡在那张床 本来是属于别的男人的 不是应该是你的 然后你跟这个女的出去 然后你要跟她睡在 同一张床上 哇 你没有觉得 我觉得 这很不行 这个 我真的希望你朋友 赶快离掉这个婚 他们在处理着 因为离婚也是要手续 我真的想要抱抱你的朋友 是出于朋友的分散 我觉得 辛苦了 你有没有觉得 世界挂在在门 怕 对 我记得 那个男生 我觉得这个比我上次讲的 更够立 他真的很值得被网抱 对 他值得被网抱 因为 他对感情 第一 感情 不管你有没有结婚 你都要对感情 有一个责任 他没有责任 他没有底线 他真的是 怪不得他可以 有这么多次婚姻 他自找的 他没有责任 他没有当当 他没有底线 对 他没有对感情 对自己有一个底线 因为有底线人 他不会做出这种 对 我觉得 他对别人 也没有负责任 对 而且我觉得 你要怎么玩 先把你的前任的东西 处理 干净 你要怎么样玩 你的事情 最重要 他放弃了我们 放弃了我们人 最重要的 德 道德 没有道德 没有尊重 他不尊重 不尊重他们这一段关系 不尊重你的朋友 他不尊重所有人 也不尊重别人的老公 对 还有他 别人的孩子 很小 对 然后这样子 去摧毁掉一个 是 我觉得女的 也是一个 B2的 I2的TCH 这两个人都有问题 这两个人值得在一起 然后不要出来 祸害世界的其他人 因为有时候 我讲真的 有时候看到电视剧 他们为了守自己的底线 就算他们结婚了 遇到一个 比他更 适合的人 更适合的人 他们还是没有去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很尊敬这样的人 对 就是 我不是赞成他这个行为 只是你出轨 就没有办法 就是你精神上 你克制你自己 你至少 他努力克制自己 不要让他的婚姻 毁掉 这个我觉得很尊敬 因为讲真的 人有七情六欲 很多时候都会有不小心 很正常 迷糊的时候 是 所以可是他们懂得 什么是婚姻 他坚守着 这样我很尊敬 他坚守到底 那现在人比较开放 这样如果很像讲说 家我还是会回 可是我外面有 怎么办 可是如果 这样子你还会respect他吗 不会 可是他会回家 我自己目前是不会 因为我觉得 你这样子的话 你不如分手 分开 现代人肯定是不会原谅 因为我讲的那个是 以前的电视剧 可是现在人比较开放 只要是你开始 已经觉得不爱了 都会慢慢想着 我不用再坚持下去了 我们离婚吧 或者我们结束吧 但是你结束过后 才放飞自我 这样还好啦 你没有结束 你就会放飞 他那字的还没有切 对 太格力 太格力了 格力了 太恶心 整个关系 你一开始我是生气 快找离我 快离我 离我 离开这个人 去远一点 不要出现在他的世界 这种人 你不用把他找原因了 他就是养 对 然后我觉得 我的朋友有时候 就是他 因为他太性贫气和 然后那男的有点 开了 就是立了标志 叫什么 立了解访当标志之类 就是 我给你一个 我得寸进者 我觉得那男的有点 得寸进者 因为我朋友太 太纵容 因为他就觉得 没有什么事 你可能不是纵容 你的朋友 可能在写这一本小说 太宽容了 之后一离婚 就马上发布出来 对 我觉得这个 离婚启示录 离婚启示录 这个故事很精神 对 很精彩 很吓人吧 因为一开始 我生气的点 是他骗了我的钱 红包钱很贵 然后到后面 我越听越黄金 没有 你的朋友 没有骗红包钱 他是之后才觉得 没有办法 接受婚姻生活 他其实是爱那个人 他只是不爱婚姻生活 这个关系 他想要回到 因为他没有办法 承受家庭的负担 对 他那个压力 可是他没有骗你 对 他没有骗我 那个男的骗得很夸张 其实他们还没有结婚前 就已经 其实就外遇了 还没有签那个书 就是签字之前 已经有什么了 最后也是 那个男的求婚了 跟我的历史 是我就讲说 男生很多时候 你们求婚了 求婚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 是不是真的是 这个人是对的人 你们想要走入婚姻 因为虽然说 现在大家对婚姻来讲 都是一张纸的合约而已 但是很多时候 像我们这种 对感情很有向往的人 觉得婚姻是一个 人生非常重要 盛大的事情 它就好像一个锁 不会像很多人这样子 觉得这种锁 是随便开就开的 这种关系 所以 男生要求婚前 真的想清楚 不要轻易地求婚 又分手 女生 我朋友同时也是 就是你要想清楚 你要不要 你能不能踏入婚姻 这段关系 我从我朋友身上 学到这一点 你没有办法承受成为 别人老公或妻子的压力 对 因为身份不一样 你要对的是 两个家人的故事 很多人结婚 觉得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是 是两个家人 两家庭的事情 甚至如果你有了孩子 会更难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故事 有没有觉得 你们还想要听第三个故事 已经不够时间了 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私下聊吧 觉得 大家你觉得哪个故事 比较恍常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觉得是第二个吧 我觉得是第二个故事 而且 可以人肉搜索一下 那个人 我讲真的 我尊重 我还蛮尊重你的那个朋友 对 就是你的那个朋友 他可以冷静处理 这个是很多 很少女生可以做到 对对对 他也没有 可是他也太冷静了 我觉得 没有 我觉得他应该 在续保什么东西吗 没有 因为我朋友 他有 他有跟我说过 他其实有点想要解除 这个关系 我跟他说 可能 你先想清楚 我是觉得 为什么他这么冷静 是因为他有想过要离 对 可是他没有冲动 他没有想到原来离 那个男的要离 原来是有这样子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让他当下听的时候 他虽然 脸不改色 很平静 可是他心里是 对 其实他 我觉得他心里 还是受伤 是 他是一个 不会表达出来 让你看到他难过的人 因为那个男生 可能在他眼中 那个 我的 我的前妻 很包容我的 我跟我的小三的关系 对 所以以后要找帅的 找美的 OK 所以我觉得 这 其实还有很多 很精彩的故事 但时常我觉得 我觉得 你这个小三 配小王的故事 就过精彩了 整齐的重点 整齐的highlight下 突然觉得 你那个没有什么事情 就是很普通的 出轨的故事 然后不够宠明报 你那个朋友 不知道 到现在我还在 我还在 还在process 我还在process 我还会消化 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我 所以我 我今年年头的 一句话就是 我有一句话 你看我怎样 相信爱情这个东西 明明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是那么 很爱 OK 可是是 看你遇到的是什么人 对啦 其实还是要看 你遇到什么样的人 对于爱情 还是很憧憬的 只是 你在人生里面 你遇到的人 到底是 哪一种人 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 我们要懂得 怎么去看人 就是当你在 物色 要找人 pact call的时候 你就要看清楚 他这个人 到底是怎样 有些人讲说 我就是看不清楚 他叫你看不清楚 他为什么要结婚 大家好好珍惜 你们现有的感情 我现在感谢 要终结 因为讲真的 自己有面对 感情不顺的时候 然后听了 真的觉得 我以前那段感情 真的不算什么 我以前是什么感情 全部bush 全部都是小儿科 我的朋友 真的是成为 可以是我们的 他承受了那种 大家无法承受的 那种感情 而且像 我朋友是内心坚强 万一遇到那种 没有了 爱情 就没有办法 活下去的人 你要想 他可能就真的是会 想不开 或犹豫症什么 我觉得都有可能 而且那男的 还要跟他分享 他与小三的故事 是有多荒唐 是有多骄傲 很没有礼貌 我觉得是 很没有礼貌的 一些事情 好啦 我觉得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 真的 千万不要 对不起 爱你的人 对 你要玩 但是请你先处理好 你现在的关系 我从来不觉得 人要玩 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你要玩 这是你的性格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 觉得你还没有玩够 那你就不要 情欲的许下承诺 我要跟你在一起 一辈子 等你玩够了 你认认真 想要定下来了 那你才去 找那个人 然后再走下一步吧 就算 就算你在 一段感情 我每次时常 跟我自己讲 还有跟我朋友讲 如果是我对感情 就是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 在你恋爱期间 真的有 稍微喜欢 像另外一个人 那你就要想清楚 你还想要不想要 你现在的关系 对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了 你弄清楚 弄干净的 你才去经营新的 对对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虽然是也是在伤害 但是没有做到 你还是有留着自己的底线 没有去 你还给一个自己台阶下 对 然后两个人还可以 对因为现在21世纪 感情是自由的 但是 自由的代价 就自由的同时 你要懂得尊重对方 对我还 没有 我最后想讲是 感情是自由的 但婚姻还是神圣的 嗯 OK 对 然后我 我围绕着这个故事 我想到一个 很好的一句 tagline 结婚是无聊幸福 但离婚也是无聊幸福 离婚快乐 就是你不爱了 你就很坦诚的去离婚 好 你不要拖着对方 佳琴有什么ending 有什么总结吗 佳琴还是新婚 新婚燕耳的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讲 好好对待身边人 如果你真的是 要这样子的话 你就先结束一段感情 我们今天有 一个tagline 两个tagline 三个tagline 对啊 然后我们再重复多一次 我觉得不要 不要像她那个story这样 我觉得那个女生很可怜 女生很可怜 我觉得那个男的 那对狗男女很可悲 那个人真是 炸都出炸 是 OK 好了 结婚是为了幸福 分手是为了幸福 嗯 感情是自由的 结婚是神圣的 对 我觉得你好好的 谢谢你们的收听 好好经营一段感情 爱情还是美好的 值得去相信的 我们下集见 下集见 拜拜 我是艾文 我是贾倩 我是俊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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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 Internet